土豆洗干净 现在把土豆洗干净 洗干净再来削皮 现在把土豆切成片 土豆面不要切太薄也不要切太厚 差不多这样子就可以了 现在土豆面放清水里泡掉淀粉 再来拍几个蒜头 蒜头拍扁就可以了 再切一点姜片 再切一点干辣椒 葱切葱白就可以了 再切一点青红椒 再来切个洋葱 洋葱切丝 再切一点青蒜 再切一点五花肉 泡好的土豆也把它倒出来 准备一个平土包 烧热一下油 然后把土豆边换下去 可以像我这样煎 也可以多倒点油用炸的 炸的就比较快 那个太多油了 就浪费油 一面煎到黄黄的 就翻一个面 就差不多了 把筷子炸一下 轻轻能炸到就熟了 把它夹到盘子里备用 土豆煎好 来把五花肉煎出油 五花肉炒出油后 来加一勺豆瓣酱 葱姜蒜 干辣椒 还有花椒 炒出红油 炒出香味 全程都不用锅炒 筷子都搞定 炒出香味后 把土豆边放进去 青红椒 再来调味 少许的盐不要太多了 一点白糖 再来点生抽 少许的料酒 最后再来点鸡精 喜欢吃味精的 可以放点味精 翻炒一下 把青蒜带下去 把青蒜炒至断生 就可以了 再来捏起一个砂锅 砂锅烧热到一点油 把洋葱丝倒下去 把炒好的土豆片放到砂锅里 幫你一口撒点白芝麻 盖30秒 时间到 开饭 美味的干锅土豆片就做好了 干香鲜嫩 开胃下饭 超级好吃 你想吃吗 想吃记得关注哦